接下来讲的这个构造叫根瘤 根瘤可以帮助植物吸收到一些五七岩 根瘤是什么呢 我们最喜欢举的例子是豆科植物 当然别的植物也有 但是豆科植物太明显太显著太关键了 豆科植物的根 它的根毛会生出去 在土壤中会吃进来 根瘤细菌这种细菌的细胞 好 根瘤是细菌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菌根是真菌 一个是真菌 一个是细菌不一样 要分出来 菌根是菌根菌是真菌 而根瘤是根瘤菌 这个菌是细菌 原合生物的细菌 好 当然我们的根毛吃进了这个根瘤菌 这个根瘤菌就会在那个皮层 刺激皮层细胞大量繁殖 所以这边的皮层会补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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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得好大一个肿瘤 所以为什么叫根瘤 因为植物的根根毛吃进了根瘤菌 根瘤菌刺激皮层开始快速分裂 而使得这个根这边突出一个肿瘤状的结构 在根嘛 所以叫根瘤 好 根瘤里面就有植物的根的皮层 以及这个根瘤菌 共生关机如下植物种都不会 只会情况之中提供有机养分 所以它给根瘤菌说 我给你有机养分 我情况之中我有机养分很多给你 那根瘤菌给它什么呢 给它氮肥 什么是氮肥等一下会讲 好 因为植物想要吸收含氮的元素 我们知道说生物体的元素有碳氢氧氧氮 但很重要啊 如果植物中的氮氮元素很少 植物就会缺氮 根瘤就会过来跟它说 我帮你 我可以产生氮氮的元素给你 就会有点像是湿的肥料 这个比较叫氮肥 氮氮的肥料 好 那氮氮肥料是什么呢 我写在旁边 植物会吸收氨根和硝酸根 这两个 这两个是不是氮氮 所谓的氮肥就是指这两个 好 而我们的根瘤会形成这一个 鞍岩 鞍岩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他哦 他逻行的等一下会讲 甚至他们关系很密切 密切 演化很久了 出现了物种专业性 也就是某种豆科植物 专门跟某种根瘤菌构成 另外一种豆科植物 跟另外一种根瘤菌构成 你把菌种调坏 不会合作 他们已经专一道 我只跟他合作了 其他人不认识 已经密切到这种程度了 但我讲的是豆科植物 其他的植物不一定 有些植物是比较随便的 你来我就跟你合作 好 那跟某菌 因为跟这个 跟豆科植物共生很久了 所以他的固带相关的基因表现 甚至还受到豆科植物的控制 所以豆科植物会跟他说 现在先不要固带 现在要固带 所以他们关系已经合作到 完全受到豆科植物来调控 豆科植物就是他的祭祖 好 另外一个关键 既然根瘤菌可以固带 你把根瘤菌独立出来 帮到培养里面去养它 它是不是也会固带呢 不会 这个新浪叫做共生固带 就是只有这些菌 跟它的共生植物一起存在时 才会固带 原因是因为豆科植物 它会控制固带体的表现 没有豆科植物固带体的表现 这个根瘤菌就不会固带了 不会产生氮肥了 所以这个新浪叫共生固带 代表缺衣不可 合作精密 两个人要同时存在 才能共生固带 好 那我刚刚一直讲固带固带 一直没有讲什么是固带 让我把字都插掉 我刚刚一直讲氮肥 这边指的是安炎 而那里是症 而根瘤菌可以做以下这个动作 这是氮 氮气 氮气是空气中 占了大概五分之四的气体 但是氮气很稳定 这个化学学过吗 氮气质两个氮元素 中间有三个见解 很稳定 稳定在我们生活中有什么案例呢 所以如果今天你需要某个东西 稳定的存在 你会灌入氮气 而不是灌空气 空气中还有氧 所以你们有些比较贵一点的食品包装 它会号称我这个是氮葱铁 奶粉啦饼干啦洋芋片啦 氮葱铁可能价格高一点点 因为空气冲田很简单 它就会买氮气来灌 但是氮气冲田 只有氮气没有氧 里面的食物比较不会氧化 比较不会坏 所以氮气很稳定 而植物呢 吸收氮根本用不到 因为太稳定了 怎么办 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一群生物 有办法把氮气固定成氨气 而氮气溶于水就变成氨根 而这个过程很难 绝大部分的生物办不到 但是一群细菌做到了 它们就是固氮菌 所以这个过程为什么叫固氮 这也是你们话语的教证 固氮就是把气态的物质 变成固氮或液态 或是溶解态 把G变成L或是S 液态固氮或是AQ溶于水 我现在把气体氮变成 这也是气体 但这个气体很快容易的溶于水 变成氨根 那就变成液态或是溶解态了 就是把气态氮固定下来 所以这个过程叫固氮 所以这些根硫菌进行的过程 就是固氮主动 所以我有时候叫固氮菌 可以固氮的细菌 就是固氮菌 而根硫菌就是一种固氮菌 它可以固氮的 而固氮需要固氮媒 固氮媒需要季组的控制 所以没有共生情况 固氮媒不能表现 就不能固氮了 这叫共生固氮 但是有个有趣的点 固氮媒它很怕氧气 它很容易被氧氧化掉 所以一有氧就破坏掉了 但是固氮中很难 所以固氮中需要大量的ATP来驱动 而需要ATP就需要氧气 因为有氧呼吸才有办法产生ATP 所以这边出现一个很有名的矛盾 固氮菌 尤其是根硫菌这些固氮菌 我必须要有固氮媒 而固氮媒怕氧 但是我又需要很多的能量 能量又需要氧 我又需要氧气 吸引有氧呼吸 好矛盾在于 我需要有氧来吸 有氧呼吸才在ATP 但是这个固氮媒又怕氧气的破坏 怎么办 遇到了矛盾 我又怕氧又要氧 我需氧又怕氧怎么办 所以这些生物们就演化出血红素 你有没有看错 是植物 这些血红素特别叫它 豆科血红素 血红素是可以抓住氧气 帮助氧气的运输 所以这边怕氧 血红素就把氧抓走 哎呀养过来 不要过去 那边的酵素怕你们哦 但是隔壁需要有氧呼吸 血红素就把氧带过去 给你 你需要氧给你 所以这些植物 演化出豆科血红素 来帮助氧气的分布 这边怕氧的把氧拿走 那边要氧的把氧带过去 所以植物甚至演化出血红素 来帮助形成氧气的分布 来让怕氧的不碰氧 需要氧的有氧气使用 好特别 所以把植物的豆科植物的根源 你会挖到 挖拿起来 你用剪刀 用你的指甲把它剥开 里面是红色的 像血液一般的红色 血红素 好 那以上我们讲的是豆科植物 但事实上非豆科植物的像苏铁这种螺子植物 苏铁是螺子植物 它们会跟另外一种叫蓝绿菌的细菌共生 蓝绿菌可以行光合作用 但蓝绿菌也是一种固氮菌 它也可以固氮 好 它们就跟蓝绿菌共生 也可以形成根流 可是这种根流是单气固氮的模式 什么叫单气固氮 一个跟一个蓝绿菌就可以固氮 它不用共生 好所以共生固氮是指豆科植物的根流菌 它一定要共生情况下才能固氮 但是苏铁跟蓝绿菌 它们叫单气固氮 你把苏铁根部的蓝绿菌挖出来 帮它表明 它可以行光合作用 它也可以固氮 它不用靠技术的 所以有些植物跟固氮菌 合作很紧密 缺一不可 但也有一些是演化比较晚一点的 它比较随便 你来了 合作吧 你走了 那你就自己生活吧 我就不要靠名 你就自己固氮 蓝绿菌也可以固氮菌 那根流菌也可以固氮 它们都叫固氮菌 这样子 以上是补充说明 苏铁是裸子植物 大家知道吗 裸子植物 所以有句老话 苏铁开花 是指很难发生的事情 因为很难看到苏铁开花 所以成语苏铁开花 代表很难的遇到的情况 但这个成语有问题 苏铁本来就不会开花 它是裸子植物 对 但是古人看到苏铁开花 那是什么 他看到的是球果 不是花 那一坨是球果 因为它是裸子植物 好了 那我们来固氮反应 跟大家补充一下 固氮反应 反应是如下 氮气加氢加电子加ATP 形成氨 氮气就融于水 变成氨根 好 看到这个过程就知道一件事 固氮过程是还原作用 对不对 还原的耗能反应 耗能我看到了 我用掉了16个ATP 当然耗能 还原在哪呢 我要耗掉四对链子 也就是八的链子 这个反应为什么这么难 因为它是耗能的还原 一般的生物做不到 固氮去引发出固氮美 做到了 好 那我刚刚遇到那个问题 这是耕瘤菌的形成过程 耕毛固埃把细菌吃进去 细菌在皮层开始 刺激植物根的皮层细胞分裂 分裂之后就凸出来 形成耕瘤 所以耕有一颗一颗的耕瘤 就是里面的固氮 耕瘤菌分泌植物激素 刺激植物的皮层分裂 形成耕瘤 里面就布满了细菌 来固氮了 固氮过程就帮助植物获得了 氮肥安盐 好 那最后我要补充一点点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矛盾 固代酶怕氧 但又需要很多的氧 来吸引有氧呼吸 这个我很快要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 这也是学姐们之前问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矛盾 这要从演化的角度讲起 固代酶是很原始的酵素 在地球刚演化出生命的时候 很早的时候 固代酶就已经演化出来了 当时的地球大气没有氧 所以固代酶在问世现身 演化出来的时候 它根本不用考虑氧的问题 当时大气没有氧 所以它就可以不用 不接受它氧 是后来我们这些在水中的 这些蓝绿菌行光 最后呈生大大的氧气 地球上开始出现氧气了 这时候这些生物的 煤才出现一个问题 原来我这种煤是怕氧的 所以演化上是这样 你先演化出来的东西 能用就留着 一旦遇到新的问题 慢慢解决了 我这块酵素用了那么多年 结果现在咬气出来 我碰到氧会坏掉 怎么办 有些生物就退化 这个固代表就不要了 退化掉 所以有些本来可以固蛋的生物 后来演化成不固蛋了 直接失去这个功能 有些呢 是用很厚的细胞病 把这个细胞包起来 让这个酵素不要碰到氧气 蓝绿性就是用这样做 有些细胞 不要细胞病很厚 氧气进不去 让它缺氧 但是像豆克植物就是 我跟共生的对象 演化出血红素 来帮助我分布氧气的分 来控制调节氧气的分布 也可以活得下来 所以为什么出现矛盾 应该是一开始他本来就怕氧 后来氧气产生了 我必须解决问题 而不同的生物 有不同的演化方法 那不能解决的 就失去这个酵素了 淘汰掉了 以上这是 为什么孤单没怕氧 同时又需要氧 演化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 它是有历史的背景的 好 我们今天说到这里